所以很多人痛苦就是从记忆开始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学会少听 少看 少想 身体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人有的时候听了不好的东西 会记在心里的 闻到一个不好的地方 你就不愿意去了 哎呦 这个地方啊 哎呀 臭的嘞 你的眼睛看见那些肮脏的东西 色情的东西 直接进入你的意识天中了 你躲都躲不掉啊 你挖都挖不出来啊 你一磕头的时候 它就在你的八十天中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当一个人要进步的时候 他肮脏的东西就来扰乱你 这就是魔性啊 那么这个魔性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自己培养的 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呀 你看了那些不好的东西 举个例子 你如果曾经踩到狗屎 你一想起来就会恶心 就是这样 所以意念不能太执着过去 不要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情 所以菩萨叫我们要放下 要忘记过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